今天就是冬至了 一定有很多人想要来吃羊肉 补补身子暖暖胃 不过你吃过埋在土里的羊肉吗 据说这个羊肉啊 还得要埋三天三夜 熬出来的汤头是特别甘甜 热腾腾的中腰汤底 Q弹的羊肉皮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这锅用小火慢烧 焖煮了三天三夜的羊肉炉 让肉质软烂到入口即化 几乎没有羊骚味 但做法却相当费功 加异追加羊肉炉业者 用土窑做羊肉炉 做法可不简单 得先把生羊肉米酒跟26种中药 采放入锅内 再用红土包覆 埋入洞里 倒入稻谷掩埋 再点火 为了掌控火候 老板每隔三小时 还要戴上防毒面具 进入烟雾弥漫的工作室 补充稻谷 才能炖煮出浓郁又甘甜的汤头 不只羊肉炉的做法大搞创意 高雄也有业者 先把羊肉炖煮焖煮之后 再下锅炒成三杯羊肉 另外还有一家羊肉炉 主打蔬菜口味 加入高丽菜 番茄等多样的蔬菜 让汤头喝起来甘醇可口 许多老顾客一吃就上瘾 食材很新鲜 然后炒的那个 炒起来非常好吃 天气冷嗦嗦 吃羊肉炉正是时候 业者为了吸引顾客 不管是做法或是吃法 都是煞费苦心 口味白白种 就是要满足消费者挑剔的胃 记者侯郭文 邱品奇嘉宜报导